歌森开启关怀之旅 传递助人的喜悦 德本慈祭志工跨越两个省份 到伊丽莎白港和乔治关怀 来回2700公里 这趟任务探望16个公时关怀点 由社区民众带领拜访平病 聆听心声 每户人家都送上一袋玉米粉 还有一张祝福卡 真情流转 心不孤独 这位64岁的哈佐太太 艾滋病又跌断腿 居家凌乱 林芳林 青芳青 碗袖打扫 清洗衣物碗盘 舒适环境并好得快 中午公餐来的人超乎预期 长者先喂食小孩 不让孩子挨饿 关怀点公餐行之有年 志工自己种菜 分享给需要的左邻右舍 一片翠绿喂饱许多家庭 访试空档介绍慈祭 教堂或是铁皮屋汇聚人潮 大家举手报名当志工 这些都是翻转社区的力量 大约新闻真善美之工南非报导 大家来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